这次的马六甲中选 121名的候选人当中呢 女性也只占了那区区的15个人 原产业部长祖莱达 也都嫌这个数字 实在太少了 其实啊 祖莱达也不用这么看扁姐姐妹妹们 因为啊 女人们在这场中选当中 引起的话题和关注度 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男人们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规矩 江湖规矩已懂得多少 混账 真的是大混账 马六甲中选 创下了史上最大的混账 上一次的沙巴中选 73个席位 跑出447个人来竞选 这一次的马六甲中选 才能28个议席 也跑出121个人来竞选 难道大家真的这么看好 新冠疫情不俗期间 行情最好的 就是去挡个新冠 马赫斯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说话 只有江湖规矩里 个人才能全面发挥她的财劳 虽然这两次周选的竞选人数都很多 但是都打破不了那个传统 男人比女人多 贵很多 这次的马六甲周选 121名的候选人当中 女性也只占了那区区的15个人 难怪就连从公正党跳槽 到土团党的原产业部长 祖莱达也都嫌这个数字 实在太少了 他还蛮运输 大多数的女性候选人 都被委派到危险区上阵 去当炮灰 到时候 周一会里面的女性议员 就会很缺乏了 其实祖莱达也不用这么看扁姐姐妹妹们 因为女人们在这场周选当中 引起的话题和关注度 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男人们了 别的党不说 就说祖莱达的盟友 民政党的女人们 早就在选战开打之前先拔头筹 在网络上引起众人的热议了 我是马六甲民政党服务人民 宣传组的女人 我希望和林冠英行动党的中央领导学习 我也渴望和魏家祥领导的马华领导层学习 要学习什么 我们不要写那个 提名日之后 民政党哥特拉萨玛纳区的候选人冯凯琳 更是凭借着高颜值 广受网民关注 还是人红是非就多了咯 去年上传了一支 教马来西亚人如何去以色列的影片 被马来媒体跟网民翻了出来 于是就有人质疑 这个真的是国盟的候选人 对党支持这个教人 怎么去以色列的候选人 还有人呼吁当局 对他展开调查行动 不让国盟独霸新闻版面 国阵马华的女候选人梁慧莹 也很成功的抢占到了 大篇幅的新闻报道 关于他没有办法用国语 来回答马来记者的问题 然后又很诚实的 用华语小小声说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当事人事后有成亲 他其实是通晓三语的 家中四代马华党员 要跟马来选民沟通 可能只是跟马来记者沟通 有一点马萨拉拉 反倒是这次中选当中最年轻的候选人 只有21岁来自公众党 宋爱乱拜的女性候选人 她在中文媒体的受关注度 要比较起来的话 是落后前面两位小姐姐许多的 但是不要看她年纪轻轻 在面对记者的一些比较尖锐的提问 她还是能侃侃而谈的 例如记者问她 年纪轻轻的你 怎么跟经验丰富的对手比拼呢 她回答 不给新人机会 又怎么去累积丰富的经验呢 难道那些旧人第一次出来竞选的时候 就已经很有经验吗 例如记者又问她 对于公众党接纳巫统叛变议员 你有什么看法 她说 我知道有人很不满 但我相信西蒙领导层 是在做出了全盘考量 和奠量了各种举措之后 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我相信领导层做出这个决定 是为了达到更长远的目标 如果刚刚提到的那些女性候选人 可以好像参加选美赛那样 有一个温达环节 然后一个个轮流出来回答记者的提问 那Farsana刚刚的那个提问环节 应该就可以获得很高分吧 可惜选战就不是选美啦 Farsana的对手 也不是刚刚提到的那两位小姐姐 她面对的是四角战 她的对手是来自巫统 土团党和土著权威党的代表 而Farsana一个出生之度 要在巫统这个强区获胜 几率是低过0 可我们政坛严重缺乏的 也正是像Farsana这样的年轻人啊 啊不过啊 这次的甲州选举呢 因为要防疫的关系 所以就禁止了群众演说 禁止挨家挨户的拜访 还有一禁止了在选区拉票等等的活动 搞到朝野政党怨声载道 巫统竞选主任莫哈莫哈山啊 她还嘲讽的说 这样不如必要选咯 这个又不能 那个又不能 不如我们在家自己跟自己玩咯 还不是因为本来是一家人的巫统和土团党这次玩出火 那不然有这一次的选举吗 不过也多亏了这些严谨的防疫 SOP才开始让大大门用上了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方式来打选战 例如呢 就有人邀请对手干脆来一场线上辩论 让选民可以进一步了解候选人的施政理念 还有问政水平 政府甚至也考虑让朝野政党的候选人呢 在国营电台和电视台展开各自的竞选活动 如果真的落实 这肯定是一厢创举啊 在我们国家还真的没有看过在野党的议员 出现在国营电台或电视台发表政治演说的呢 不要小看这些竞选活动哦 很重要 尤其是武统和土团党分手之后 以国阵和国门的旗帜来开打 以前两个一家亲的时候 大家都用蓝色不分离我妈 现在闹饭了 这一道蓝就变成了尴尬蓝 要年长的选民分清楚是哪一个蓝呢 说真的还真的有点困难呢 总的来说 马六甲周选是国内在疫情之下 因为议员叛变而促成的第二场选举 这场选举的成绩 不比投票人数更让人感到好奇 而偏偏投票人数的高低呢 会直接影响到选举的成绩 在经历了多轮的政变 还有疫情带来的冲击之下 大家已经很难去猜测和揣摩 选民的投票倾向了 以往用来衡量的所有标准 现在都已经不准了 如果说马六甲周选会 是下一届大选的风向标 那下一届大选会是怎么样的局面呢 还真的是跟病毒一样 变幻目测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